鲍威尔一开口市场抖三抖 美元暴跌之下为何美股停滞不前 大家好 欢迎收看ACY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这座最关键的事件 无疑是今日凌晨发布的美联储利率决议 以及紧跟其后的鲍威尔讲话 但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些内容之前 有一点需要先明确 在决议发布前 绝大多数的金融市场参与者都已经在压住 过去三个月的高通胀数据 将促使美联储改变政策的立场 因此决议当中的鹰派信号 并未激起市场太大的波澜 反倒是任何鸽派的倾向 更容易让市场感到惊讶 在利率决议和鲍威尔讲话期间 我们能够看到美债利率和美元同步的暴跌 而市场对美联储年底的降息预期也随之反弹 压住降息两到三次的比例明显的提高 毫无疑问市场将这次决议解读为一个鸽派信号 但这次决议具体搁在哪里呢 主要是有三点 首先是缩减资产负债表的不乏放缓 在本次决议中除了通胀描述的调整以外 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增了一段 关于调整缩债规模的内容 从6月份开始 美联储将每个月缩表规模 从600亿美元降低到250亿美元 尽管市场早有预期 但每个月减少350亿的规模 还是超出了预期的300亿 因此这点释放了鸽派的信号 接下来便是鲍威尔的讲话 上个月鲍威尔的态度游戈转音 让许多人压住 他这次的讲话会更偏鹰派 然而事实却让人失望 首先鲍威尔否认了 美联储理事提出的加息风险 直言下一步的加息可能性并不大 同时他坚信目前的货币政策 是具有限制性的 这种坚决的态度 有效地抵消了市场对加息的担忧 而另一方面 鲍威尔重申了美联储 对通胀和就业的双重目标 强调通胀下降和劳动力市场意外疲软 都有可能触发降息 他引用了昨晚刚刚发布的 低于预期的职位空间数据 所谓例子 认为美国的就业市场正在降温 这正在暗示 虽然美国的通胀的确存在反弹 但如果就业市场大幅度下滑 美联储同样有理由降息 以上这三点 是市场没有料到的隔派信号 引发了美元暴跌 本应该利好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但实际上 各类资产的表现却大相径庭 美元的下跌主要发生在澳东时间4点和6点两波 在第一步下跌当中 黄金、美债、美股和比特币都出现了同步的上涨 然而到了第二波 黄金和美债继续上涨 但美股和比特币却明显涨不动了 这种现象在成长型资产当中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从去年年初开始 降息的预期从一年七次下调至一次 而十年区的美债利率也从3.9%上涨至4.6% 但这并没有阻止美股的上涨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板块的推动下 纳斯达克指数仍然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 然而自4月中旬美国财报即开始 市场的情绪发生了转变 尽管美股财报普遍超越预期 但大盘却未能上涨 反而出现了剧烈的回调 如今的行情同样明显 尽管美元的贬值理应推动美股的上涨 但实际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左而言之 美国股市在过去本应下跌时没有下跌 而最近本应上涨时也没能上涨 所以该涨不涨理应看空 只不过美国股市的回调可能会持续的更久 从技术面上来看 标普指数在触及费布那契0.236回调线 也就是5000者出位大关时形成的假突破 目前正在测试5000大关的头部支撑效果 既然鲍威尔强调了就业数据的重要性 那么明晚的飞龙数据就显得尤为关键 如果飞龙数据和APP就业人数一样高于市场的预期 同时失业率保持在3.8或以下 那么伴随一张美元的反弹 美股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标普指数很有可能再次跌破5000大关 而这一次的跌破很有可能不仅仅是测试 而是形成了技术面的空头格局 中短线的交易策略应该以突破跟随为主 可以关注下方的目标点4850和4700两个位置 而上方的阻力则需要关注5150的前高点附近 那么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请点击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